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姐姐嫁给了悟导星 并且生下了悟导董香和悟导炫都 不过就在有一天 四方的姐姐被搜查官 尤玛龟将杀死 四方极度生气 为了报复尤玛龟将 四方开始在东京各个区域扫荡、战斗 就为了被尤玛龟将盯上 直到后来四方来到了第四区 并且与第四区的首领 杯开始战斗 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 并且两人逐渐变成了好基友 而杯决定帮四方一起对付尤玛龟将 过了不久后 尤玛龟将带领搜查官来到市区搜查 于是四方和杯联手对付大批搜查官 四方开始跟尤玛龟将对峙 并且打斗了起来 战斗过程中 四方攻击完全被尤玛龟将挡下来 并且四方在冲向尤玛龟将支持 尤玛只是凭职仗可以突袭了 将四方连事一击秒杀 店长突然出现 将四方给救了起来 并且带回古董咖啡厅 并且训练的四方教导了四方 之后一直到金木炎变成半成种出现之后 金木加入了古董咖啡厅 四方连事开设在金木炎去收集 自杀人类的尸体 提供比较弱小的餐种食物 之后开始训练金木炎格斗技巧 在训练完隔天之后 带着金木炎去秘笔的酒吧 喝酒 之后在金木炎喝雅门钢太阳打完之时 金木炎发狂贯穿了四方的身体 但四方却不感觉到疼痛 四方背着厨师和金木炎董咖啡回了古董 过了一段时间店长和四方去调查 参种组织清空宿 在金木炎被壁虎抓走了之后 四方和古董成员一起背他们去拯救金木炎 在途中遇到了野驴 并且开始跟他打斗 后来野驴实在是太难打死 就放弃了野驴 后来在金木炎变成了白法之后 四方就跟着古董一行人离开了 之后四方冲入了加纳的实验室 将神代历史给救出 并且看守着饥饿的历史 一直到了CCG逃发古董时 四方连事带着董香撤离 说不能让店长他们白白牺牲 古董咖啡厅被毁了三年之后 董香和四方开了一间名为RE的咖啡厅 之后佐宠瑞士来喝咖啡 四方认出了佐宠瑞士救死金木炎 之后在岳山家被毁灭了之后 四方和董香保护岳山西逃走 一直到了黑色死神金木炎叛变CCG时 四方和炫毒董香一起去参种监狱营救 底口厨师 并且遇上了CCG死神 有马跪降 三人一同对付有马跪降 但是都不抵有马 之后四方全力一击 跟有马同时放出了电流 四方的电流摧毁了名神 在名神的电流即将起来时 金木炎突然出现将攻击挡了下来 金木炎告诉他们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对付有马跪降 之后四方和董香炫毒底口厨师 从排水到逃离 但是遭遇了几名搜查官 四方被田中望远的库英克击中 但是后来有成功撤队 过一段时间之后 金木炎创立了黑山羊组织 四方加入了黑山羊 并且一起迁移到了24区的地下 在金木炎去收集粮子时 被金木炎吩咐留守24区地下 突然就多带领着大量的人造残种 袭击黑山羊基地 四方吩咐厨师带着怀孕燃统向赶快逃跑 并与其他黑山羊的成员一同对抗 就多了人造残种 在这之后 四方一个人对付安普庆三平以及六月透 在战斗过程中 四方渐渐不敌两人的攻击 并且中了许多六月透的飞刀 倒在了水炭之中 之后在六月透走进了水炭时 四方放出极强力的电流将六月透给垫交 并且将安普庆三平的头给扭断 之后四方前往去见董香 路途中遇到了碑 碑告诉他 再往前走的话就会丢掉性命 在金木炎变成熔了之后 24区地下逐渐毁灭 四方被碑救到了地上 一直到了勇姬娘带领着大家 需缺断将人类感染成参种的独猿石 逼组织和小丑突然出现阻止了他们前进 碑与其他小丑的高层灵袖 在远处指挥着被神父控制的蕭 阻止他们前进 之后除时和三为刃找到了他们的位置 四方连射和雅门赶去 四方站在了碑的面前 声称要阻止碑 并且开始与碑战斗 战斗过程中四方一直被碑给打爆 四方告诉碑 因为我们是朋友 我绝对不会杀你 之后碑开启了赫者的形态 并且说要辞掉四方 碑又一次和四方开始打斗 过程中四方发现碑并没有用实力 碑说不到不得已的时候 绝对不会动用实力 之后四方暴怒 这时四方听见了雷声 并且将碑引到了电塔上 将碑给踢了下去 碑的身体被电塔给刺穿 四方这时运用赫者放出了最强的大招 将那赫者的电流结合闪电 给碑了致命的一击 之后碑掉到地面上 四方站在碑的面前 并且表示董向和金木的经历 教会了他 我们并不是一直在失去 并且还希望能当救公 四方连事 背着背 两人非常的开心 两人又变得更饥饿 好了 那四方大概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不要按个订阅 我是野动力 我们先好次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